作詞進行李宗盛 作詞進行李宗盛 如果是色素性的豆疤 比如說像中黑色的豆疤或紅豆疤 其實坦白說人自己有一些代謝的能力 所以當他半年後或者是一年後 他也許漸漸就會淡掉 但是在這個冗藏的過程裡面 有些人他可能會因為他有一些會議 或有一些結婚等等 他希望他提早把這些色素性豆疤解決的話 中黑色素的豆疤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使用1064波長的這個像 近膚雷射 他很快的就會把這個黑色素細胞把它代謝掉 那如果是像紅色豆疤他主要是以血管為主 那可以用像脈衝光或者是染料雷射去 激發讓這個血管收縮 加速紅色豆疤的退卻 那如果是凹凸豆疤的話 剛剛講到凹疤我們有稱為一個冰鑿型 其實冰鑿型就是像好像冰 冰尖去搓你的皮膚 留下一個凹洞 有些人會用小磚子把那個凹洞把它 磚掉然後做簡單的縫合 那那個凹洞就不見了 那如果是像車廂型 他是大片的膠原蛋白流失 那這時候呢大家比較常做的就是比如說像二氧化碳的飛縮 藉著這個飛縮它的熱能 刺激這個膠原蛋白的增生 讓那個凹陷慢慢慢慢的填平 那或者是說有些人會做一些像電波 刺激這個膠原蛋白增生也是一個方式 那至於像滾輪型呢 他就好像在皮下有很多的纖維素 像帳篷大帳篷一樣把那個 把那個平面往下拉扯 所以呢就是有時候我們會用一些特殊的器械 把這個皮下的纖維素把它切斷 然後讓這個皮膚呢不會被拉扯下去造成一個凹陷 那至於肥厚性的痘疤的話 那有皮膚科這邊呢有些會使用一些皮內的類固醇注射 讓這個膠原蛋白稍微萎縮 那比較平坦 那或者是有些人會用手術的方式 來處理這些肥厚性的痘疤